《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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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是寒气的 要泡温泉的房子 看哪儿泡温泉了 寒气湿气 不是泡泡温泉就能出去的 那要泡温泉 有时候它也晒太阳 也能晒出去 怎么湿了 看这个湿气进入臭脸 往里走了 还是在表皮 就是它程度不一样 中医术了 你去问医生 医生会建议你的 根据你的病情会告诉你 该针灸啊 该疗啊 该拔罐啊 该去泰泰 还是该泡去 那能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毛口是呼吸的话 其实温泉的泡就是 还有一个它作用就是要了 古代是汤疗吗 汤玉嘛 它不是汤玉 汤玉是不一样 拿炭火烧的水放在桶里 是不一样的那种火 就是炭火烧的水在木桶里 甚至那个木头它都有讲究的 然后那个木桶那个水 跟那个木桶那个气 木气跟那个水合在一起 汤里面是有汤药的 汤药煮半小时或者整个这个汤玉 它才能治病 就你人进去 你那个毛口呼吸 它会把这些药吸收到皮肤 皮肤病啊 有一些情度的 就是有些泡泡泡泡泉 效果蛮苦的 但有些就不习 但始终泵泉是个天然的一个 就是水疗嘛 就是说它里边有什么硫磺啊 有些矿物质啊 什么的 有时候我们皮肤的一些小毛病 可能 那小矿物质会加上去什么事情 它毕竟是属于水 水大嘛 我觉得始终我不能否定 也是一人而已的 你每家泡在水里 一个栽在爱上还是有不同 你在水里 什么东西都适可而知 就是过量了都 都也不好 看时间了 你要是说 就算你说自皮肤病的 哎呀我泡它五个小时 十个小时我就泡在水里 那你也快泡这个鱼了 你也不好 看时间哦 看你要那眼你很快就出问题 去静下来看自己的状态 然后再决定用什么 这些行的 所以那天我找到那个中医 还不让我早上三个人起来修备 睡醒了再说 我的建议是睡醒 你一定要休息好 还有你不是现在肚子那块 不是说你打坐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垫一下什么 以自己舒适为的 就是通畅 你垫起来才能通畅 就不要说一定要 相片 他总是只能把那个 结果和结果散开 有这样做吗 还让我闻相 也可以吧 也是有人觉得 也有人觉得可以 有人怎么也散不开 这个真的是因为淹缘了 可能不是闻啊 然后看东西也散开了 比如说纹六根啊 线六根 有的人从看一些东西 看看看看心里边有好多节散开了 尺子皮肤 看纹 纹声音有的 看你哪个 纹去 就六根都可以的 看什么 纹什么 听什么 尝什么 都可以 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线六根 看也很重要 其实我们很多遍 也不是从看给我听闻啊 声音对我们影响蛮大的 你每天有一个人在旁边 每天骂你 每天羞辱你 每天慢慢也得病了 声音嘛 声音还有你看什么 你看那些图像 看一些对你影响蛮大的 它会硬在你心里了 你每天看负面的东西啊 也会 人也开心不到 慢慢生气 还有感觉触觉 觉受啊 生根的触觉 闻的东西 就阿姐说啊 你闻那些毒气啊 你在医院啊 或者老闻病气啊 或者是什么 也肯定不如在深山老龄 闻新鲜的空气 是吧 就想比较 但是有的在深山老龄 也得病的 在深山老龄那些 空气很好 在深山老龄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病 是吧 有时候心态不好 也得病 但不得大病的 除了一些特殊的杀业人员呢 就身体上一般都是如果 就是杀业 一般又就是自己太执着了 在某个地方 你不执着不会结块 肯定是纠结处 在某那个地方太纠结了 太执着了 而且世界太久 对啊 你已经形成 形成那个 让很多 要些抱熟了嘛 就是你纠结就像那个树 它已经长出果子来了 你不纠结 它那果子也已经成型了 对吧 你要在它发芽期间 就不纠结 它就成不了果 那不纠结之后 它那个果 慢慢就治疗呗 那个果 就是说我正体 还累积那个硬朵 对 那它果 它也会慢慢化掉 那就看果厉害不厉害 还是你厉害 就是看那个果厌重不厌重 就我不给它吃肥药吗 对啊 最起码它会 它会开始 往好的方向发展 停下来治疗 停下来去解决它 它们是不同维持空间的什么 就我们 在我们人的 人道的眼睛 可能是看它们有实体吗 没有实体 那它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能量 你叫它气也能 叫它能量也能 叫它拨也行 叫它啥也行 只要它一模组方式 影响到你了 那说明 你看你想叫它什么 如果是 大家现在是医学上 把CTB超不出来的东西 就认为是能量 是光和能量 它只是说我们B超CT机子 不够先进 它达不到那种 可能没有超高速的什么看 我也不知道它叫啥 反正我能看见它 就是就在那 它走了就走了 不没走就在那 就是你的视觉 视觉你的视角没看见 视觉它会在影响你 它就影响 你跟它有缘就影响到你 对它来说 你也是另一个维度的 对它来说 你才是多维的 它是主体 你才是那个影响它的 这不两个一样的吗 你说你现在说是你影响它 它不是说它还影响过 人家住得好好吗 对它来说 你就是个森林吗 你就是个山巒森林 你就是个岛吗 人家住得好好的 你让人家搬家 这不是你影响人家 对吧 那这种人家搬家 我是没有欠人吗 也没有 就是看 反正你不舒服 你就让他搬家 这个东西 就是这种语言 没劲 就像我假如介入你的生活 那么两个东西 有个住在你身上 有个住在你 那其实我叫他搬家 也是不公平的 对他来说 他觉得 你是站在人道说话的 我现在是站在人道说话的 那我就是维护你的利益 这就是我跟阿姐说 人家那个地方 那个活工住了 几年 凶万年了 那我们现在去了 我们让人家搬家 我们觉得他饿 人家说 你才是个恶霸呢 你来了就让我搬家 我好好的住了这么多年了 你就 你来了在地盆 不要我待在这 这不是你饿吗 还是我饿 是吧 你说谁饿 咱们去也是饿霸 那不是去了 就让人家所有的东西搬家 不是影响我们修行的 缺脱脱脱搬家 人家还说 你这来了 你这凭什么 我们是先来的 我们地主 那是怎么回事 我把修行的拍照 回下给他们 他们能收的吗 能 回下吧 能回油 好多呢 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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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贴上贸易一样 就多越多越来越多 那如果是我承招之前想这种 这种福利寺这种生 我其实对亚来的就是山河大地 那可能就是这种严性 只要承招以前可能就无法做 是啊 有无止境的关系源 有无止境的各种源 其实我们做啥也是都是在为自己做 你每一个例它都是在为自己 其实回向功德这种事 比如举个例子你在回向 好像也没付出什么 甚至连自己有没有功德 其实在外法里边我们是毕竟空的 在空性里边 你的起心动念就是缘 你在起就是缘起 那你说我回向功德 其实是就分享 就把自己好的一面给别人 你认为功德是好事吗 好的吗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你想想我们现在是人道嘛 人道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好的 拥有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其实我们舍不得的 就是假如一杯水 如果是很好喝 我们都取出了 那快去是是我家的 就是资源的占领 还有一种 你能分享功德吗 真的能分享吗 我们说回向 回向就是说把我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你真的吗 但是这样想想想有一天你可以做到的 当我们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能够天下众生分享 因为现在我们穷嘛 你觉得自己没有嘛 但是因为我们舍不得分享 所以也没有 一直没有 但是我们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不停地发心 我们回向功德 回向功德 回向功德 有时候我们都说 有没有功德自己 就是说 如果有的话 很谦虚地这样问 甚至说 回向到底能不能回过去 是不是 你说能的吗 就分享的心 总有钱能回过去 又利他分享 又分享 当我们拥有东西的 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功德是我们最喜欢的 把你最喜欢的分享给别人 就是功德回向 那不是吗 穷者独善气 是富者姐记天下 这一样的道理 但是每个人都不像活得那么伟大 累嘛 有时候累了 不是活不成那么伟大 是活活就累的不行 觉得 这个姐记天下 这天下这人 这么差劲 算了 尤其是就像你呢 你为他累了他十几年 最后他要是再翻过来 说两句骂你的话 然后还不止感恩 然后呢 还敲你毛病 然后是 你给他做了 你为他想了十件二十件事 最后又一件事 没满足了他的利益 让他的心觉得 失了东西 没有德 没有德 那么你就成了他的罪 但这个时候 你还愿不愿意 跟他分享你的功德 是啊 我们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对吧 三位角度是物质的 你要不要把这个饼 这个他分享成四福一人一分 这就是你的功德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是 没有别人的 你的才华 你要不要分享给众生 就是你的才华 不是一个人去 你的才能 而不是你自己得的 这就是为啥 我经常说 师父给我上的第一课 教我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有神通 那上天给你所有的神通 是让你来利益众生的 不是让你去炫耀 或者玩的 也不是让你去利益自己的 这就是第一 师父跟我说的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能力 你身体上 你具备的所有能力 是让你来服务众生的 这跟我们传言说 为人民服务 离风尽啥 这有什么区别 它不是 你的才华 你不是 你学了什么东西 你在这个世界上未来 因为我好多师父 有中医的 有佛学的 有各个方面的 那这些老师的 甚至后来有医学 有音乐方面 那这些老师进入的时候 他们都是以这个理念 我们教你的所有东西 是让你又来服务众生的 不是让你来享受的 是吧 但是我要支持一点 我坐在家下 明明是我付出了嘛 我在这又累又开玩学 而且好累啊 我觉得 这种事也不需要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 就是有些就是值得不值得 你去这样做 觉得你怎么做 你都没好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有点 就是泄气嘛 尤其是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但是回向功德的心 一定要不停地喊着 还有就是你自己 奉向的 回向的这种 这种理念是 因为我们还没有逼近空嘛 你才会有抱怨 会有泪 会有众生 有些众生值得不值得 这种的想法 因为这是成就无上 正等正觉佛果 必经之龙 你要圆满回归到终点 你这些东西一定要 绝不疲厌 就是不是 普歇十大悦 普歇行愿品 十悦 对众生绝不疲厌嘛 不知疲倦不知业倦嘛 不舍一位众生嘛 都普歇行愿嘛 但这多从微小的一个念头开始 一个念头都不想的话 那肯定不会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